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跟大家說一下 銀行又有事 要跟大家說一下銀行為甚麼有事 銀行其實是國泰航空 上市編號是293 今天很硬 還升1.5% 升成一毫子那麼大把 因為武漢肺炎 惡化 加上機組人員 違規檢疫 違規檢疫規定 導致 本來是救命草的課機業務也慘受拖累 欠政府273億 優先股和貸款 估計也沒得還 下個月到期 還要還3億利息給政府 究竟有沒有錢還呢 這個現在仍然是未知之數的 在關鍵時刻 有市場消息指出 持有國泰45%的大股東 太股 因為受到國泰的拖累 令到業績持續虧蝕 所以 太股 是有意思 將手上 價值180多億國泰股份 賣出 令員工很擔心 但是國泰的發言人否認有關傳聞 就說這個傳聞是絕對不真確的 強調 現時國泰的股權結構沒有任何變動 我們 這節跟大家說說英航 為甚麼叫英航呢 原因 要跟大家說多一次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甚麼叫英航 因為 就是一份 靠賣白粉起家的報章 每逢國泰航空有些甚麼新聞 不論是正面和負面 他也會用 因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榜截截下跌的國泰航空 作為新聞開端 網民就用英航來稱呼國泰航空 英航就因而得名 因為賣白粉而使得 他們的創辦人遠走台灣 這份報章 大家記得 知不知道哪份 我們可以叫做恩報 甚至乎叫遠方日報 又或者稱為白粉報 當然白粉報跟他有試願 很多年前結下來的試願 究竟是發生 誰是誰非 沒人知道 我們這次其實不是說白粉報 我們是要說國泰航空在英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月費贊助 當然經濟環境不好 大家有能力就付 沒有能力也沒辦法 我們也明白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爭取用這個免費模式廣播 因為免費模式才可以 令到更加多人看到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繼續 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幫我們多看一些 幫我們多看一些影片 廣告 令到我們有更多的收入 這個是免費模式最容易做得到的 訂閱也很重要 現在我們的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有81500左右 要訂閱 距離10萬 還差一萬多 很快 希望大家 在兩個月內完成 一個月可能會問一些兩個月 繼續說回國泰問題 不過說之前我們有個呼籲 2月4日年初四 那天是星期五 在倫敦 我們有個示威舉行 當然我們也是協辦 我們到時會傳情直播 中共 搞的這個大龍複 北京的冬季奧運會 2月4日開幕 我們就會在當日 在倫敦的中共大使館門外 抗議 我們也會有很多朋友到場 也有新疆 西藏的朋友 也有 不同的大陸的小數民族 受到迫害的人民 以及一些維權律師 一些民運人士也會來參與 希望大家湧躍 一起參與 繼續說回國泰 國泰 國泰航空 因為虧蝕持續 去年2月和8月兩度違約 沒有依期還利息 也拖欠特區政府的債息 去到5億8千5百萬 另一筆下個月到期 第三期利息 大約是3億 可不可以依期上還 也成為疑問 照計說沒有啦 之前也不可以還嗎 這一次也不可以還嗎 沒甚麼理由 現在國泰連本帶利 欠政府總共的金額超過280億 利答利 釘釘釘 根據當初的援助條款 國泰拖欠特區政府的債息會累計構成 股息欠款 在清還這筆債之前 國泰不可以發普通股息 或者回購普通股 換言之 無論是拿著國泰的普通散戶 或者國泰的兩個大股東 包括泰古和中國國際航空 753 他們短期內也沒有辦法分享到國泰的一毫子股息 你虧這麼多錢還想派股息 當中泰古所受到的財政壓力最大 因為他拿著 接近185億國泰航空的股權 太古不單止收不到股息 還要揹著國泰航空的巨額窺 國泰在2020年 全年就虧了215億 導致太古集團2020年也是 嚴重虧損 因為2020年 太古集團 不計國泰的業務 本來大約是虧12億 但是包括國泰 就要分擔他97億的虧損 令到太古的股東英佔虧損 大幅增加到110億 他是至1959年上市以來 第一次出現財政年度虧損 很嚴重 去年國泰業績雖然有些改善 上半年虧損收窄 23%到75億7千萬 但是也很嚴重 前年 2020年虧損了200億 2021年 又是70多億上半年 下半年怎麼辦呢 太古去年上半年仍然被國泰拖累 令到他要虧損7億9千萬 到了去年底 國泰打算有得翻身 因為貨運業務盈利可觀 貨運賺到大錢 但是因為有 國泰的基礎人員違反防疫規定 導致變種病毒 散播來香港 令到國泰的貨機 檢疫 豁免安排 取消了 因為他的貨機是豁免的 空運收入進一步受到打擊 估計虧是會再次加劇 國泰為了歷環狂瀾 近日已經出招了 包括向機師提供最多 3萬元的獎金 以爭取更多機師就願意參加 閉環的航班 從而恢復貨運能力 但是外界對泰股未來的業績也很看淡 泰股 就會發表201年的全年度 財政報表 當然沒有可能 不虧了 一定是虧了 在這個關鍵時刻 坊間就傳出 大股東 太鼓家族有意出售手上的國泰股權 這個消息當然未經證實 但是 所有的員工人心惶惶 因為他們 擔心進一步會裁員 現在國泰負債累累 國企包括國航 其實也陷於虧蝕 究竟誰 會有能力 接這個燙手生戶呢 誰有能力 收購國泰呢 大家想想 當年香港的 小型航空公司 實施 市場 對於誰有能力 去接手國泰的股權也很質疑 理由就是國泰 有大量的航權 地位很敏感 按道理 只有中資才能得到信任入股 疫情之下 其實所有的大國企 那些航空公司的國企 全部都蝕到 有沒有能力收購呢 其實按道理是有的 因為收購的第本就是中國國航 753 他本身是拿著國泰29.99的股權 如果全面接手國泰股權 其實就順理成章 但是 去年國航也蝕了67億多 會不會繼續 將自己的購物大一點 國泰 可能會虧兩百億 因為你的尺寸不夠大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國泰 欠落政府280億 這筆債 是國泰股票市值的七成 如果舊債未清 誰敢肯買 太吃虧了 你的公司 有七成有那麼多的巨債 市值的七成 誰敢買你的股票呢 沒有可能買的 其實現在拿著股票 我也覺得很勇敢 現在還剩六個半 應該剩下兩三元 差不多 究竟誰有能力買呢 除了錢之外 因為他有 還有航權 這個最重要 現在有人估計了 只有由特區政府破天荒 買入太古手上的國泰股權 就像當年金融危機 政府 入貨 入市 成立營付基金一樣 將國泰變成 好像地鐵 這些企業一樣 香港政府也是大股東 國泰 可能 好像匯豐那樣 不派息 因為 現在根本就不能派 因為還欠人家很多錢 國泰股權會否逆手就沒有人知道了 但是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就不可能放棄國泰的 我想最後 就會收購 國泰航空旗艇的港龍 在2020年10月停運之後 市場關注港龍 這個航線會交給誰呢 最後 也是由國泰航空 拿了15條原本由港龍經營的 這個航線 港龍剩下 其實就有 40多條航線 本身就成為 其他航空公司想要賺的 最近消息傳出 運防局計劃將剩下的46條港龍紅線 全部都交換給國泰 意思就是想要扶一扶你 否則你國泰就快死了 政府投資了那麼多錢 當時我們也覺得 這筆錢 我想收不回來 現在航空公司也是死症的 尤其是香港 因為你也沒有飛機 你也不准飛出飛入 本來打算做貨運 現在連貨運也沒得做 一定會死的 貨運是一向賺錢的 運貨是一定賺錢的 為甚麼廉河可以做得住呢 因為他主要是運貨 運人是 劍是搭單 所以你不要帶行李 你帶行李上飛機就收你錢 好了 我們要繼續 分析一下這件事 我想最終 也是 特區政府 造裝 買了國泰 如果不是 沒有人買 根本就沒有人買 當然 香港政府有很多錢 就把200億出來 180億 跟泰古港客交給一個折頭 100億 你不賣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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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所有航線都沒有了 你不賣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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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有一個集團 跟你們化力為有 就是這個恩報 你可以跟這個遠方日報 白粉報 談一下 他可能有機會收購 以後 你就不用再因為這個經營不善 導致這個在全球的航空公司排名截至敗退的國泰航空 你們收購了他就可以了 以後你坐飛機 保證 每一次都是說A一頭等給你坐的 當然他們 現在 有沒有閒錢買這個呢 就不知道 錢他們一定有的 買這個燙手生褲呢 很難說 不過你有機會買國泰 其實也是一個 身份的著述來的 不如想一想 馬先生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